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又來到每月用什麼的時間 如果你想知道今個月有什麼 我很想和你們分享的話 就不要錯過,繼續看下去 在Olivian的開箱片 我買了Romaine的Lip Matter 她把光澤型的唇膏變成霧面 今天要介紹的這個就相反 她是把霧面的唇膏變回光澤型 我也覺得有點犯賤 光澤又要變霧面,霧面又要變回光澤型 但又很好玩 這個是B4的Essence Lip Plumper 她是一枝透明,淡粉紅色的唇膏 我可以說是一個平價版的Dior 用來的感受很相似 我把它加到霧面的唇膏上面 有什麼作用 第一就是把它變成令面 然後是會把唇紋完全消失了 是一個很juicy的唇唇 立即可以有玻璃唇 它是不黏的 不會是氣絲那種 有薄荷涼涼的感覺 會有風唇的效果 我什麼時候會用呢 就是很乾燥 唇膏脫皮的時候 我會塗一層 不想讓人看到的情況那麼差 光澤型可以變霧面 霧面可以變回光澤型 是你喜歡什麼顏色想要什麼妝效都有 我是覺得蠻開心的 就算沒有唇膏也好 它可以當潤唇膏那樣用 因為蠻滋潤 不是假潤 不是上面有層膜那種 所以放在袋子裡 將一個霧面唇膏變成亮面也可以 然後當普通的潤唇膏用也可以 只要皮膚或唇唇很差的時候 塗一層就可以騙人了 之後是一款開架面膜 它的名字超長 是L'Oreal的活力緊緻透明質酸注入式保濕精華安平面膜 在IG看到每個人都用 我當然不收拾書試 是不是真的這麼棒 它裡面就是分開一邊是精華一邊是面膜 你會看到它們本身是不相通的 後面應該看得更加清楚 這邊是精華 這樣倒過來 不會流到另一邊 這邊是面膜 然後要怎樣把它放進去呢 就是你跟著那些線摺了它 再摺多一下 然後呢 噗一聲 那些精華就可以去面膜那一邊了 這一下是很治癒的 我是超喜歡的 因為好像小時候玩啪啪紙的那種爽快感 當精華過了之後就按摩一下面膜 讓它滲透一下 現在摸下去的面膜是脹的 以一個基礎保濕面膜來說 它的精華是多到 而且它的面膜紙的承載量也很好 敷足15分鐘絕對沒問題 拿完面膜出來之後 它還有很多精華 不要浪費 我會用小瓶裝著它 可以塗臉、塗頸、還可以導入 這個我是喜歡早上起床 如果有時間化妝前就會敷它 它的剪材是挺貼面的 然後敷完它皮膚是很水潤、飽滿、有光澤 再上底妝是會比較貼服的 而且暫時它和我任何的底妝都是沒有打架 不會起擦紙膠碎的 而且晚上的話我會選擇潮濕的日子去用它 因為它是比較清爽 不會黏黏黏 重點是它沒有香味 我以為開架的面膜一定是很香的 它沒有的 所以我也挺喜歡它 不過它主要是做基本保濕的功效 如果你想找一個很滋潤的面膜的話 它就不是了 反正說開就順便分享上星期 我收到L'Oreal的強韻風型防吊噴霧精華 它有高濃度1.5%的亞美尼斯分子 可以令頭髮抓緊髮根從而減少吊髮 暫時用下去覺得它是挺方便的 因為它噴出來的範圍不大 可以很精準噴在你想噴的地方 我剛才是NG 噴在這邊 你不會覺得它是很濕的 我現在試給大家看一下 乾髮噴這邊 噴下去 按摩一下它 這樣就可以了 它是有一點點涼滋滋的 還有有微微的香味 你看到它不會濕了一塊一塊 然後臉是沒有水珠 即是不會噴在臉上 它真的只噴在頭髮這裡 兩邊我都噴了 沒有影響髮型 沒有黏痴痴 直接出門口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但功效暫時我未知 用一陣子再跟大家更新 接著到一個觀眾燒我的產品 是Lancum的 這個星級版冰鑽亮眼精華 它裡面我最喜歡 也有一種又愛又恨 就是它的按摩頭 因為這個按摩頭 是很冰涼 很舒服 它有彈性的 所以你圍著眼睛按摩的時候 角度是非常之好 但是你看到嗎 它在我的手上 這樣掠來掠去之後 我又放進去 我就覺得有少少的不衛生 所以我覺得 如果它可以做在外面的話 即是不用這樣吸引下去 應該是會更加好的 我現在還是抹一抹它 我讀回觀眾的DM出來 它是說 發現用Lancum的大眼精華 再加Charlotte Tilbury的眼霜 真的不能輸 又夠保濕又水潤 眼精華還可以改善黑眼圈 以及令到眼睫毛更加健康和濃密 它叫我快點去試一下 我就直接買了 我買的時候都挺划算的 因為一支是715元 送多了四支 小小支 等於買一送一 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 還有它小小支 都是有這個頭的 是很有趣的 一毛一樣大小 我覺得是做得挺仔細的 我暫時用了 就未覺得黑眼圈有減淡度 但眼睛是輕了的 因為我覺得按摩有關 是有幫助的 眼睛沒有那麼大 暫時我用的是沒有起油脂粒 有觀眾也說用完這個會生瘡 但我現在眼底或周邊的皮膚 都沒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事出現 所以我會繼續用下去 它不黏、不厚、不油 是頗舒服的一個質地 但會否可以改善到眼袋、黑眼圈、眼紋 又是要跟大家更新 多謝觀眾推介 你們快點多點燒我 我很容易燒 然後想分享一些雞胸肉的食品 今個月我終於的起心肝減肥了 所有的一切 是由去年八、九月左右開始的 我的生日、金山生日 去韓國聖誕節、新年情人節 總之我都覺得自己是處於一個 暴飲暴食的狀態 去到十一月我沒有做運動了 因為看著節奏 每個星期都吃到這樣 動都沒用 你會見到我現在是吹盡了球 現在 所以我沒有不開心的 這是幸福的結果 但就覺得要收回一下 才會有quota再去吃 開始做運動 以及控制飲食 我就去試了一些雞胸肉的食品 首先說了最基本的就是這些雞胸 我自己也是一個雞腿愛好者 雞翼、雞腿、要有皮 是很好吃的 但我知道當你去到一個想減肥的時候 就是雞胸肉做我的好朋友 不會是很肥、有juicy、有油分那種沒有 但比起一般的雞胸肉 它沒有那麼實的的 一件是100g 然後大約111卡路里 有厚度的 不是薄切切的 然後我會午餐吃它 再加一隻雞蛋 是不飽的 但也不會餓的 我可以撐到它晚上 當我減肥的時候 我很願意去把我的食量 和胃口減低一點 就可以做到一個熱量赤脂 去做到減肥的效果 因為它有調味 我都覺得是OK的 但就不會很濃的味道 它有其他有醬汁 我都會再試的 然後我也有吃它們這些雞胸肉燒賣 和雞胸肉餃子 是一個雞胸肉附翁的概念 這個燒賣 我覺得它的賣相是不漂亮的 但吃下去就沒有什麼 挺好吃的 不是難吃的東西 只不過看下去的時候 跟我想像中的燒賣 有一點點的分別 然後這個餃子 是帥仔的 它真的挺大隻 挺飽滿 兩個我都覺得是鹹的 不需要再調味 不需要再點醬油 所以也挺好 因為卡路里已經寫完 你可以算到 不需要再點辣醬 或者是醬油 要再加多少 不用的 我自己也是蒸來吃的 兩個我會選擇餃子多些 它吃下去是比較紮實 飽幅感也會強一點 總之大家希望可以在六月之前 看到我瘦 因為我六月會去泰國 可以穿背心 泳衣 不要整個球滾過去 這個月不是很多 因為大家看這條片的時候 我在日本 我比較收斂 總之這個每月用什麼 就到這裡 接下來應該不會有一個 好像上次去韓國的Vlog 因為我和媽媽去 看看會不會去拍一些片段 我自己去計劃 在富士山的酒店會拍room tour 可能一泊兩食有什麼 還有我在東京會去吃什麼餐廳 希望都可以拍到給大家 期待一下 總之希望大家喜歡看今天這條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channel 我每個星期會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的三天和星期日的十二點 我們下條片再見 下個星期 不是只是你們看影片的時候 我在日本正在開心 期待我的shopping hall 拜拜